神将恩典的约定赐给了那些不顺服神,从而犯了罪的人,之所以将神的约定称之为恩典之约,是因为救恩的所有过程都是靠着神所赐的恩典完成的。 堕落的人永远无法靠着自己找到得救的道路,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,并且由神成就。 神说,他要让女人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,让蛇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,但女人的后裔却要伤蛇的头。 在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,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的经文中,蛇的后裔是指那些被撒旦指使做坏事的人们,而女人的后裔则是指神的百姓们。 女人的后裔是单数,就是指主耶稣。 圣经说,因为亚当一人犯罪,所以他的后裔都犯罪了。 同样,因为主耶稣一人的顺从,所有的人就都得到了救恩。 四福音书中不仅记载了主耶稣医病和赶鬼的事情,而且也记载了主耶稣通过复活,击败了十字架的死亡。 这意味着主耶稣完全征服了撒旦所统治的死亡,从而成为了我们的弥赛亚。